从协同共享到共享出行 物联网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经济模式和出行方式 我们的生活节奏在不断加快 但是出行效率却没有太大的提高 在这种情况下 共享出行市场的出现可谓是历史的必然 调查显示共享单车在过去一年 已经攻陷全国半数以上城市 覆盖了全国二十多个省 自治区和直辖市 共享单车遍地开花 共享电单车也在蓄势待发 相比较于共享单车而言 共享电单车有着诸多优点 电力驱动轻便舒适省湿省力 它是城市短途出行的绝佳工具 它让骑行变得更加轻松和愉悦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 就像电单车取代单车一样 共享电单车终有一天也会取代共享单车 成为共享出行时代的主流 小六共享电单车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 小六共享电单车开启了电单车联网共享的大门 是新一代共享电单车的领导者 设计上它采用3D打印技术基础建模 车身严格按照人体工程学来设计 让每个用户都拥有极致舒适的骑行体验 使用上它借鉴线上线下一体化的O2O模式 用户只需打开专属APP扫码 一秒解锁随时响溜就溜 安全上刚结构的车身主体 防爆实心车胎 双GPS定位 360智能中控系统 为用户提供四重安全保护 动力上小六电单车采用核心锂电池技术 最低续航80公里 小六共享成立于2017年初 通过整合国内顶级电单车生产厂家 及互联网开发团队 我们以互联网大数据为基础 致力于共享电单车的全球化运作 小六共享在宁波 组建了自己的软硬件研发中心 团队核心成员均是来自于IT界的草莽英雄 微软、EA、爱立信、大众点评 百度、爱意、大邦、一号电等 凭借着先进的共享经济理念 强劲的科技实力 小六共享电单车 现已成为宁波科技信息孵化重点培育项目 小六坚持共享、共建之路 以开放平台和共享精神 成招城市合伙人 由小六提供车辆、租赁运营、售后保障 租赁营收按比例与合伙人分成 我们提供给城市合伙人的五大保障 资金保障、安全保障、收益保障、服务保障、产品保障 为什么说共享电单车是投资风口? 为什么说租车比卖车更赚钱? 数据说明一切 电单车的成本以5270元每辆计算 整车有效行驶里程为4万公里 每公里收费0.6元 每辆车收益24000元 每辆运营成本40% 即9600元 总收益24000元 减9600元 减5270元 加300元残值 等于9430元 选择小六共享电单车 抢占财富最高点 我们先定一个小目标 2017年 小六计划完成40万辆车的市场头发 2018年 计划完成500万家辆车的市场头发 2019年 计划完成1500万家辆车的市场头发 今天 我们是平台建设运营的城市合伙人 明天 我们是搏击金融市场的中国合伙人 小六共享电单车 双轨运营模式创造者 成腰您的加盟 小六共享 合作热线 400-101-5707